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看到你們我就很高興 有心的有心 年輕的年輕 這個才是重點 我想今天大家已經有上了一些課程 昨天晚上也應該有人來上吧 有 我想基本上 我們來探討來看一下 我想從昨天到今天 你們所接觸的課程 如果你很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道理跟法律 道理跟法律 就是我們所謂的法理 就會連結在一起 我想從古到今 所有的事情到最後都要歸於真理 跟理有關係的 那麼台灣一直到目前 是我們知道台灣真正國際 應該有的地位的 我們這一群人 內心裡面最清楚 我們應該很快就會走到所謂的 回歸到台灣的一個正常的地位 就是屬於法律 屬於法理的部分 所以 我們才 那麼願意在 台灣很多人 很多人 幾乎90%以上的人 都不了解台灣地位的這種狀況下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都願意這邊很努力很繼續的在堅持 而且我們不領薪水 我們也不是急著 要短期間內 我們就要能夠達到我們所想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 有關於整個國際來講 那麼講到所謂的一些地位的問題 真正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的問題 有時候不容易 為什麼 最近我們看到 有一個國家很強 叫什麼國家 以色列 小小的國家 但是它很強 它的企圖性非常的強 而且他們全國 都有一致的觀念 都有相同的觀念 他們要好好守護他們的家園 這是以色列 那台灣 土地很小 但是呢 大多數的本土台灣人 都不懂得去守護它 而且呢 還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今天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很清楚的 我們要來教育我們的 整個台灣本土台灣人 告訴他 我們應該擁有的地位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意志 一個意志 好 那我想 今天的這個題目呢 就是國際法加持下 加持兩個字就很重要 國際法 國際法三個字是不是躺在書本裡 躺在國際社會裡都不會動 唯有你必須怎麼樣去把它怎麼樣 活化 活用 拿出來用 那麼它才就叫加持嘛 在加持下呢 那這裡為什麼又不寫台灣 各位你們都不知道 我相信呢 大部分呢 99.99%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台灣兩個字的專用權 就像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有你的專用權 別人是不可以隨便用的 為什麼呢 一旦用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跟他講 那你的法律 你的法律的地位在哪裡 那如果冒用你的名字的話 有沒有效 當然沒有效啊 因為冒用嘛 一樣的 那麼台灣這兩個字 各位要了解喔 今天台灣兩個字 它的專屬權是美國的手上 美國政府的手上 那台灣人不知道呢 台灣人不知道 但是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慢慢就會了解 那所以這邊呢 那麼暫時就把它 稱叫火魔少 我們都知道 火魔少就叫做台灣嘛 它的意思是美麗之島嘛 是在過去西班牙和人的時代呢 他們就稱呼台灣這塊土地叫火魔少 那麼很好玩 這個火魔少到目前還在使用 尤其連美國的還在用呢 他們的尤其 聽說最近喔 他們尤其 他們要寄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叫火魔少 他們在名稱上也是寫上火魔少 可見這個火魔少才是 這麼多年以來 台灣真正一個可以用的名字 那麼當然現在台灣當然可以用 為什麼可以用 因為美國 美國他沒有說話啊 美國讓你用啊 那麼為什麼台灣是美國的專用權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在過去 在美國的之前 他們是叫 在日本的時代 就是 我們現在講到日本的時代 就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嘛 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台灣叫火魔少 那麼大戰之後呢 美國來佔領台灣之後呢 就叫做台灣 所以美國他另一個叫做台灣關係法 那個叫做美國的國內法 換句話說 台灣呢 是我美國所有權 是我在管理的 所以台灣兩個字就是屬於美國 沒有錯 OK啦 好 那麼 那麼在國際法的價值下呢 台灣原本是一個非常美的 美麗之島 那麼在這幾十年來 七十年來 台灣的人民過得 非常奴隸般的生活 就像 這所謂的政治戀儀 美國法院來判決 判決台灣呢 台灣的人民呢 就是生活在政治戀儀 那麼 一方面呢 生活在政治戀儀 一方面呢 生活在一個大 很大的污染之下的一塊土地 那麼雖然山景依舊美麗 但是整個地面 都是有毒 有毒的東西太多了 那我們希望呢 台灣民政府呢 在國際法加持下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台灣這塊土地是我們台灣人 所謂的長年 很久以來就住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會好好愛惜這塊土地 所以一旦台灣民政府執政呢 我們會把台灣呢 這塊島呢 把它經營的越來越美麗 讓美麗再現 這是我們的題目了 這邊為什麼要寫一個四季爭霸戰 那麼這個四季爭霸戰 我把它打在這個標題上 因為這個 這個課程我已經講了兩三年了 講了很久了 那麼在兩三年前呢 我就把這個 括號打在這裡 兩三年前我問各位 兩三年前 所謂四季爭霸戰 會有 會在你的心裡上會有感覺嗎 兩三年前 四季爭霸戰 好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四季爭霸戰 現在要說的是什麼 一定的感覺 目前我們講 所謂四季爭霸戰是在講什麼 目前 中美對不對 中以貿易戰 那不只是貿易戰 他包括他整個很多武器方面 武力方面都較勁 都是屬於這個範圍 那問你 中美貿易戰是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中美貿易戰 近年大約幾個 幾月 大約 八月 八月之後 八月那個時候只是在講 那麼真正開始 好像在十月 十月 那問題這個 我把它括號在這裡 已經多久了 很久很久了 兩三年了 那麼可見 可見在兩三年前我就開始意識到 意識到是什麼呢 在亞洲 在亞洲 所謂亞太的中心點的台灣 即將面臨 面臨四季爭霸戰 為什麼 可以想得到嗎 今天我們踏到台灣民政來 不管說未來你要真正來從政 或者說願意來跟台灣民政 大家一起打拼 那麼對政治的一個敏感度 通常都要有 通常都要有 這個所謂的專業嘛 譬如說 這個烏摩摩摩 我在 剛才有人說出來 我說他好厲害喔 他知道 我是在咖啡方面的專業 那 咖啡方面的專業 我既然很專業 我是不是很敏感 你講到咖啡 我就一清二楚 甚至 我可以 到達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 在我的範圍領域裡面 我認為很少人能夠超越我 這個叫專業嘛 怎麼說呢 當然就是專業的部分 我這樣講 譬如說 我在咖啡裡面 我跟人家有點不太一樣 很多人咖啡是從一開始 就去拜 拜師父 然後開始學習 學習很久以後 慢慢開始變得有名 那 我就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就這個機會跟您說 我是得到咖啡界裡面的最高獎 叫做特等獎 之後我才心裡想 不行不行 我要好好學習 為什麼 你既然得到最高的獎項 但是人家問一些專業 你不會的話怎麼辦 很丟臉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最高獎項 才開始去學 學什麼 學理 學問 都方面的 至於我對咖啡 我是一種 天生的一種感覺 我很容易就進入一個狀況 過七年我對咖啡我並不是很專業 我記得我這次在2013年的時候 我得到咖啡的最高獎 叫做咖啡特等獎 那麼所謂最高獎 那個時候是整個台灣的比賽 它不只是一個小地方 那麼這個咖啡 雖然我們那個是一個咖啡的原鄉 咖啡的故鄉 叫做古坑咖啡 雖然在那個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每一年辦比賽的時候 都是來自於全台灣 都是怎麼樣 非常高級的 非常高 這個所謂競爭力很強的 來都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呢我們一次 當然不能很多 因為那個咖啡的時間 都要花至少要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呢 你如果很多人的話可能要排好幾天 所以我在那個情況下 我所面對的都是一些挑戰者 然後你知道後來我才知道 喔原來有一 有在這個行業裡面有很多人 哪裡有好多比賽他就跑到哪裡 甚至在國外 他都跑到國外去才能比賽 希望怎麼樣 有機會拿到最高獎項 就是所謂的等獎 我拿到以後我才想 欸不行 我要好好學習 不好好學習的話 會老虎 所以我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學習 這個就是我對咖啡畫面的敏感 等於怎樣 各位如果你在這樣一個角度 在台灣民政府你有一段時間之後 你也開始會慢慢變得越來越敏感 講到政治你頭腦就很清楚了 這樣子啦 好啦那我們往下 剛才有講到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那我怎麼看啊 我想各位如果說剛剛進來 第一次第一天才來到才了解台灣民政府 可能是完全聽不懂看不懂 但是如果之前呢你可能有一段時間 你就開始在注意台灣民政府 或許你就怎麼樣 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因為我知道今天好像我聽說有一個 他已經在網路裡面看了一年了 讀了一年了 學了一年了 是哪一位我不知道 沒關係 那麼有那麼長的時間 會怎麼樣 很容易就進入狀況 跟我也一樣 我剛才聽一聽 我說哇 這個跟我當初是一樣 剛才講說我在2013年得到最高獎嗎 特等獎對不對 2013 問題來了 我在2013年的4月的時候加入台灣民政府 我在2013年的10月的時候拿到最高獎 那麼請問你 我是要做咖啤好 還是要來台灣民政好 對不對 我是拿到最高獎 那個叫金字招牌對不對 我是要拿到哪裡 這個一放著人家都會願意 這個怎麼 這個來聽聽我們的 來喝我們的咖啡 但是有沒有挑戰者 可能有 可能有 因為你既然是金字招牌 那麼真正的老師 真老師我剛才講他的專業度很夠 一個專業度的老師他一進到你的店裡面 他可能不用到你的店裡面好不好 真正的專家他踏到門口就知道了 踏到門口在外面看就知道了 那麼再更專精的專家他根本不用到你的店 為什麼 網路很 很多 這個很容易就抓到資訊 然後呢 看一看他的文章 或者說他的 他的這個所謂的對於這個專業內容 只要聽他講了幾句話 大概就知道了 就像我到一家咖啡店裡面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我大概就可以決定我要不要喝了 因為我一看 用感覺 我就知道他可不可以 但是 如果他不可以我會不會講話 不會 尊重他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說我在這段時間裡面可能有碰到專家來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好像也沒有人跟我講過什麼 到底有沒有人來挑戰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的老師 後來我的老師 他要去烘焙咖啡的時候 一定要我去協助他 是這樣子 所以我感覺我在這個咖啡店非常專業 但是2013年開始 我到10月的時候是得到所謂特等獎 但是我在4月的時候 就接觸到台灣民政府 我一看 哇這個台灣民政府快要執政了 幾年2013年到現在幾年了 6年了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他快要執政了 那到現在已經6年了 那麼這6年是怎麼樣的狀況 台灣民政府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就開始慢慢了解 那麼事實上在那個時候 如果以那個時候整個台灣民政府的表現 真的是快要執政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在那個時候的美國 那個時候的美國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去控告美國 我們要這個要他解釋 解釋一下台灣的法理地位 台灣的主權到底是誰 那個時候呢 就開始在做好面 就慢慢去了解 然後我記得我在那個時候 我也是每天都想 我這個 人家說政筆沒算 政筆沒算 你的工作比較認真 結果沒效 沒有用 我呢 每天都是鼓勵自己 要好好把自己的產業做好 但是呢 手一邊做一邊就是想去看官網 幾乎我每天都看官網 到現在已經6年了 是這樣子 好啦 那是過期啦 不要講太多啦 來 那我們從這個 最近的媒體的爆炒來思考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這個叫做所謂的敏感度 來往下看 要有敏感度了 真的就像我剛剛講到 你講到咖啡 我就知道好或者不好 叫做敏感度嘛 一樣的 今天呢 既然我們來這邊 我們都知道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從哪裡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從很多方面嘛 譬如說各位 各位今天來 有看到很多人對不對 整個滿滿滿的 那麼這些人 才只是我們的一部分而已 才只是一部分而已啦 那麼從這裡來看 哇 大家都很熱情 大家都很激情 那就可以了解到說 那台灣民政府一定有很大的進展 才會這樣子啦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怎麼來看 來看一下 我們來先看一下 你看他怎麼把我跳到這裡來 哈哈 然後我們那工作人員不在 因為我今天拿給他是新的 然後我剛才看了沒有問題 怎麼現在又跳到舊的 那沒關係啦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會更新啦 這個是上一次的 等一下他有來 我們再來 來調動一下 好 講到這邊 我要剛才我說 我今天有更新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更新什麼 就是所謂的媒體嘛 媒體 最近的媒體 各位有看到什麼 我們現在講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那麼跟媒體有什麼關係 跟媒體有什麼關係 最近我看到一則 川普 川普所謂的戈籃高地有沒有 戈籃高地 有看到嗎 沒有 都沒有 戈籃高地 川普最近給他 他承認戈籃高地 就是以色列的主權 這兩三天而已 所以我都會把最新的媒體 把它秀出來 戈籃高地 講到戈籃高地 媒體 那個川普呢 他簽署 他簽署 那這個跟台灣民政府 要執政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嗎 你認為有關係嗎 你就坦白講沒關係 你認為有關係嗎 那你告訴我 你有聽到 你告訴我 有什麼關係 感覺 你呢 類似的關係 所以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個真的是很好玩 然後呢 當你的台灣民政府之後 你慢慢會覺得 你對這種世界觀 你怎麼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快速 像 像什麼呢 我告訴各位 我在去年前年 他在 今年2019 2018 他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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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 我問你 川普到現在他 登上總統已經多久了 三年喔 沒有那麼久了 第二年 第二年喔 好 在2016 2017年 2018 去年嗎 他應該是2016 對 沒錯 為什麼 因為2017 他有一個亞洲行 有沒有 他已經當上總統了嘛 所以你講2016沒有錯 好 那麼 我有去參加他的所謂的 他的那個 就職典禮 而且我告訴你 就職典禮之前是怎麼樣 選舉之夜 我也去了 當川普他當選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訝異 因為 整個美國的媒體 整個台灣的媒體 都堵誰 是的 沒錯 那個時候呢 我們雖然沒有那麼強性的去堵 但是因為我們是 在台灣民進度算是政治 不能隨便去 去 去表示你是支持誰 那一次 好像 在台灣的 現在劉昂當局 阿歐西 他們那個時候 就支持希拉蕊 就支持希拉蕊 所以一下子他當選之後 你看整個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學會 不能隨便去表達你支持誰 不能隨便去表達你支持誰 為什麼 因為在選舉之夜的時候 我們有去美國 去美國 然後我們的公關 我們公關 他就問一下我們幾個代表 我說你們支持誰 然後你知道我們的 現在我們叫夫人 她很厲害 她很厲害 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去支持誰 所以那個時候公關就講他們支持川普 那是在選舉之夜 那個時候整個氣勢來看川普是不會當選 結果 剛好那一次我們就去駐造白宮 正對面 差不多離五百公尺的一個飯店 那很貴 一個晚上 我們一個人要花兩三萬塊 去住一個晚上 所以那天晚上守不住睡覺 我就在那邊聽到 聽到確定川普當選 那當我們確定川普當選的時候 我就一通電話 就打回來到我們的中央 然後你知道我們的密集長說 他也在看 所以那個是很重要 好啦 要講那麼多 我主要是要講什麼 講那個時候 我突然的肅然起敬對川普 為什麼 因為 在到最後的階段 他是不是有面對一個媒體的問題 他那個時候整個民調往下當 就是媒體可能不斷的批評他 他對女人的不尊重 那麼整個他整個往下掉 結果那個時候呢 川普身邊有一個 就是穿紅衣服 穿紅衣服的是誰 知道嗎 穿紅衣 紅人 空尾 空尾 真的 他是美國婦女界很重要的 他 只要登高衣服很多人就會跟著他 所以他在川普 那個時候整個氣氛很低迷的時候 他去告訴川普 我一定支持你 你一定當選 川普呢 經過他這樣的鼓勵 他馬上跳出來 他指責希拉蕊跟希拉蕊講 我一定選 競選到底 我絕對不會中途離開 他那時候的整個心 就鐵了起來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當他當選的時候 我說我們要改變觀念 我們要向他學習 因為台灣所面對的 這個所謂的困境 也是非常的困難 那川普呢他的意志力 然後呢 可能這個時間點 所以讓他這樣來當選了 那我那個時候開始思考 川普是怎麼一個人 結果 所以可以告訴各位 我對他深入的了解 因為我從他開始選舉 我就去接觸 一直到現在 那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我再講 因為川普當選 所以跟台灣民政務 執政有關係 跟有人說到這樣 你怎麼說到這樣 他當選 跟台灣民政務執政有什麼關係 又誰認識他 包括連川普都不認識台灣民政 政府 那為什麼 我敢打 敢篤定 川普當選 一定會幫助到台灣民政 為什麼 不容易 但是 慢慢你就會知道 來 我跟你講 川普他的人格 我們從人格來看他 川普在40歲的時候 美國就 面對很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不公平貿易 他40歲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這個美國怎麼跟日本買那麼多東西 對不對 讓日本的 這個所謂的 蘇美的 這個產品 無限量的一直進到美國 為什麼 那個時候 他40歲就是30年以前 他現在71歲 對不對 30年前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美國 他那個時候要幫助日本 讓他重建他的經濟 所以無限量的讓日本的東西 輸入到美國 那為什麼美國會那麼願意幫他忙 因為美國是戰勝過 那 日本 會投降 就是兩顆原子彈 對不對 那我想 美國可能在他某些方面 他認為他需要去幫助他 這樣子 好 也是因為在那個40歲的時候他就有這個能力 那後來我們再看他整個 講話 聽他講話裡面 他非常的遵從上帝 回歸上帝 然後呢 我們發覺他的決心 他非常的主張什麼樣 法律 他非常遵守法律 那非常主張什麼樣 公平正義 好 講到重點 那既然 川普呢 他很遵從上帝 那麼呢 他也怎麼樣 願意回歸上帝 對不對 那麼 這個公平正義 那既然公平正義 台灣目前 是不是 遭受到最不公平最不正義的一個對待 最不公平最不正義的對待 但是是誰造成的 美國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今天川普既然 有這麼大的魄力 都不斷地在執行一些所謂公平正義的事情 我相信 很快 下一步 可能就包括台灣 所以 跟幾樣折扣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是因為他的能力 他的能量 我們從最近可以看到很多 好 因為我今天那個 他沒有在這裡 沒有辦法秀出來 我只把這個部分 就像格蘭高地 像川普 他到那個以色列 去哭牆 有沒有哭 我不知道 回美國不到兩個月 他就宣佈怎麼樣 對 以色列說 兩個月 你看 現在格蘭高地已經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現在美國政府不敢承認 格蘭高地的主權就是以色列 川普最近宣佈了 是不是這樣的力量沒有任何人能擠 所以我們感受在心裡 他一定會幫助到台灣 因為台灣 從二戰後到現在一直不斷的都是在奴隸 我們是奴隸的奴隸 你知道 美國的奴隸 第一個奴隸是誰你知道嗎 美國的上手 我們是奴隸的奴隸 那我們上面那個奴隸是誰 ROC ROC本來就是他奴隸 對不對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他讓ROC來這邊管我們 那ROC當然就是他奴隸 我們是他的奴隸的奴隸 所以我們很悲慘 真的是很悲慘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講到格蘭高地 講到那個耶路撒冷 最近美墨邊牆有沒有 美墨邊牆 不可能的事情他也做得更厚 對不對 你看他們的眾議院 就把那個 把那個 他的提出來的 就是要建美墨邊牆 把他cancel cancel掉 後來竟然連參議院 參議院是不是共和黨為主 竟然把他cancel掉 川普呢 他的內心很堅決 他一定要建 一定要建 最後他是動用什麼權 總統的特權 總統的特權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川普 好了 來 我們看一下這些 這邊有沒有講到這個美墨邊界嗎 這個是之前講的 那麼現在這個部分已經解決了 已經解決了 好大致上來看一下 這個 宣佈國家緊急狀態 川普有重大宣佈 那一次的宣佈 在18日推特上宣佈 即將於明天真的停擺 將其 與南部邊境為計畫表 重大宣連 也是有關那個美墨邊牆 好 再來看一下 我們所謂的敏感度 要看一下這個部分 你能夠敏感到什麼程度嗎 彭斯 彭斯他怎麼說呢 他說面對流氓政權的挑戰 美國 彭斯他說 不再做事中國俄覽國際法 這個就是怎麼樣 我們所謂敏感度 為什麼他這樣講 因為這個話本來是川普要講 但是川普他通常會讓他旁邊的人 先出來放話 他放完話就表示怎麼樣 最後通牒了 就準備執行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彭斯他這樣宣佈 馬上就進入一個狀況 來 來看這邊 那川普 我剛剛講的這個就是等於怎麼樣 他就是川普的傳聲頭 川普要做什麼事情 會先透過他 來說明對不對 這邊講 來 美國的副總統彭斯 他表示 美國會重溫的維護 與台灣的關係 這個不簡單 看好 未來會將遵守自己的一中政策 更重要的在這裡 堅定支持與台灣有關的協議與條約 好我們要講的所謂敏感 美國從二戰結束 就是和平條約之後 到現在已經將近70年 從來不曾講這句話 堅定支持與台灣有關的協議與條約 不要說條約 這麼多年來不曾講過他們要堅定支持 跟台灣有關的條約 那最近才講 誰來講 彭斯來講 就表示說 他們已經進入到一個狀況 要來執行 支持 堅定支持 與台灣有關的協議跟條約 好 那麼 美國跟台灣有關係的條約是什麼條約 究竟和平條約 這就很清楚 那麼過去他們都不講了 過去不講 過去為什麼不講 因為不講 對他來講比較有利 他們叫模糊政策 那現在呢 他們開始要讓他明朗化了 所以他講出來了 這個是川普的傳聲筒 好 那麼 跟 所謂 究竟和平條約有關係的 就是所謂的什麼 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 當然現在美國 他都怎麼說呢 他說 我們是執行所謂的自由航行權 事實上那個都是其次的 他真正要執行的他不講 就是所謂的台灣海峽 他有絕對的權 有絕對的權 來執行 那麼過去因為 過去因為所謂的一中政策 他要怎麼樣 表面上要尊重中國 所以他過去 比較不會把這麼大的軍艦派來台灣海峽 那麼事實上呢 現在是因為他們在執行 究竟和平條約 所以在究竟和平條約 整個台灣海峽的管理權 整個台灣海峽的管轄權 就是美國 但是他現在不講 他不講 這個是台灣海峽 OK 那麼這個就是跟 究竟和平條約有關係 OK 好 那麼這個在網路上 就我看到 這個人我不認識 Joy劉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我看到不錯 我就把它登錄下來 來看一下 以現在的中國民進黨 他講得很對 叫中國民進黨 那過去呢 老實講 我在過去也支持民進黨 在過去還沒有台灣民進黨的時候 我還是支持民進黨 但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 中國民進黨 是台灣民進黨才知道 他叫中國民進黨 因為他民進黨 他是向誰登記 中華民國登記 所以叫中國民進黨 OK 來台灣的儲存是中華民國的 這個是 這個以現在民進黨的他的講法 誰講得最多 賴清德 對不對 他說最多 他說最多 他說 台灣的儲存就是中華民國 來台灣四個儲存 獨立的國家 賴清德說什麼 再來 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都他們在說話 來 以中國國民黨的奢侈一樣 那麼 為什麼會奢侈一樣 因為他們是兄弟黨 他們是兄弟黨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那當然台灣的儲存是中華民國的 如果照這個講法的話 他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好 那現在呢 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說他是繼承中華民國 對不對 那如果繼承中華民國 那 等於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沒有意義的話 他就到台灣來了 這樣知道嗎 那麼到台灣來到底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非常的慘 等一下 我們看會不會講到 來 但是呢 中華民國在1949年 這個是事實 他把事實講出來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取代 那麼 因此任何的主張屬於中華民國的 既等同承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在這裡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說 這頤狠狠狡猾還是絕對多數 人們真的要好好的學習 關心觀察 政治動態 正確的講法 台灣不屬於中國 中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中華民國非法占領 剝削 台灣與台灣人 台灣人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懂 我告诉你 如果台湾民这么不起来 保证不会懂 很难很难 好 这个是一个难得案 你们常常会看到他 他是我们的一个摄影师 我看到他这个写得不错 我就把它当下来 他说 本土台湾人口口声声 说自己是台湾人 但你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 你的行为就是中国人 在蒋介石隐瞒 以违反国际战争法 篡改日本台湾人国籍 使用中华民国身份证与护照 就是等中国人 只有赶快来申办台湾民政府深圳 才能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这个我们最近都很清楚 尤其最近的什么 就是那个诈骗 在海外有没有 那个叫什么集团 电信有没有 电信的那些诈骗 电信的诈骗集团 然后如果被抓到的话 如果被抓到的话 就会送哪里 送中国 但是他说他是台湾人 然后你叫他拿出来 你说你是台湾人 你拿来 你有证明我看看 结果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台湾两个字 都是中华民国 所以就送那边去好了 因为这个我告诉你 在这边我要呼吁还没有申请台湾民政府 身份政府赶快申请 为什么 中国人很聪明 那我不能在这边讲 我如果在这边讲的话等于教坏中国人 所以我不能讲 有机会我们事与再讲 好不好 为什么这张给大家看 这个十字 一个詹明的杂志 我都有带来 但是没有 我几乎最近 我只要看到这个我都会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杂志 这边有这个老鹰 还有美国国旗 代表说这本杂志 一定是跟美国的政策有相当的关系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川普是不是对媒体非常的不满 批评 然后他对这个杂志确实很支持 所以川普的政策 川普的很多政策 都登载在一个詹明的杂志 重点在哪里 一个詹明的杂志 是川普的传声筒 但是一个詹明的杂志 就不断的登载台湾民政府 所以换句话说 川普他太了解整个台湾的状况 只是说他要协助 他要出手 当然要先后 他先把以色列的事情处理 还有一些ISIS 他都处理 那么我们在期待 我们也相信应当下一波就是会协助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 这个部分呢 这边为什么秀这个给他看 我们也跟一个詹明的杂志 我们也跟他连结在一起 为什么呢 你看这边 2018年的11月9号 这个杂志举办了一场政治高峰会 台湾民政府全程赞助 他愿意接受我们赞助 就是我们有跟他连结 那么论坛贵宾 还有多位美国保守派 政要人士 利林 现场大概一百多位 那么部分是新科议员 那么以及川普 看好 川普重要的人物 对美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者 台湾民政府能与他们共同 研究美国的未来的 所谓决策跟方向 这是我们的荣幸 是全体TC成员的骄傲 讲的是材要讲的是 事实上我们跟他连结上了 那你要知道 只要登载在一个詹明的杂志里面 都一些属于世界性的议题 都是川普要处理 他准备去着手 处理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台美商会 台美商会 我常常称 称怎么样 这是台湾民政府 跟美国官方的 所谓半官方的一个机构 因为商会这个通常都是要 他们的政府同意 而且商会会影响 政府的贸易的决策 所以台湾民政府 是台美商会的股东 对不起 讲错了 董事 不要讲股东 董事 OK 好 你看这个台美商会 他刊登台湾的101 好 那么他在里面刊登的有这篇 那么这篇等一下后面有翻译的 然后我等一下再把他 我们再秀这个部分 好 好 再来就是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政 我们要讲看媒体吧 那这个媒体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嘛 全世界20大国的一个会议 一个高翁会 如果能够登台在这里面 这一本里面 就等同这20个国家 都会注意到 我的所谓的议题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在这一本里面 我们登台子无子有细 为什么知道他很重要 因为我看这一本杂志 里面所有的议题都不超过两页 只有台湾民政府是登载事业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来我们下看 好 那么这个在2018年就去年 那么20国的元首高翁会 那么在11月30到12月1号 那么在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诺斯艾丽丝举办 好 那台湾民政府登载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都不是元首高翁会 都是元首嘛 习近平 安倍 川普 这个都是 这个是谁 马克宏 对 这位 英国那个 好像是英国那个 因为跟美克尔这样看起来就 不是美克尔 OK 这所谓的国家最高的领袖 所以 在这么重要的书里面 台湾民政府登载事业 他们会看得到 对不对 他们也知道 这是未来要执行的方向 如果他们有人反对的话 就会马上被 被 被秀出来 包括这个人他都没有反对 他是其中之一 对不对 来 台湾民政府登载了 因为 我知道我们这些里面 有人英语很厉害 没关系 然后我们 把它 稍微翻译一下 因为后面 后面你大概看得懂 大概知道里面看什么 这样的意思 然后来 这个 我把它分成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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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 往下看 好 好 这是走上脚 这把它翻译过来 就是这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 Z20 领导者高峰会 就是这本书的走上脚 这篇 右上脚 这里 有没有 这里 右上脚 好 他这边写的 这个是不是内部 懂英语的 insight 好 他的内部 就是 他是有所谓内部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议题 好 来 这个部分 这里 这里 就写这里 特斯的 特征 可持续 经济繁荣的 数字化道路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 城市 城市外交 那么这地方 讲到青年二十 那么表示说 在这本书里面 谈到有关青年方面 很重要 很重要的内容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是 右下脚 右下脚 谈到有关黄金的发展标准 OK 好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下面这一排 下面这一排 就是在这里看一下 有没有 就是这排 这排 小小的 这排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所谓权威的 这个所谓 G2史嘛 好 那么 杂志呢 是提供给谁 贵宾 因为去参加 这个 高峰会的贵宾 对不对 还有有关的代表 还有外交官 还有世界的领袖 所以这本书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好 这个是右下脚 好 这是讲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布宜诺诗的一个纪念碑的部分 好 那是后面 然后我要让大家看 最重要的是 就是 圆目录 这是他的目录 他们这个目录的编排是这样的 重要的议题 他也把他的图片秀出来 好 这个是第16月 这是第51月 这个一看就知道 知道这是什么 看起来就知道 有关 妇女 有没有 这个是妇女 然后这个呢 有关青年 刚才有讲到青年20 就是这个 这是他比较重要的部分 你能把它秀出来 那当然我这边要让大家看的就是 那么台湾民政府登载在哪里 这里 有没有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会吗 可以帮我翻一下吗 蛤 这是他的标题嘛 灯载台湾民政府 灯载在第一篇 最前面 好 来 往下看 因为我们这个是他的内容 所以我没办法讲很多 只是告诉各位 台湾民政府都被灯载在 这个所谓的 这个G20里面 还有G7 都有灯载台湾民政府 而且是每一年都有 来往下看 好 我们现在讲无缝接轨即将 即将成真 讲到这边来 我们看一下无缝接轨即将成真 我们是出局班的也要了解一下 美国要把整个政权转移到台湾民政府 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你的策略 知道吗 叫无缝接轨 过去 从二战后一直到今天 美国所采取的策略 对台湾的策略是什么 模糊政策 对不对 模糊政策 很清楚 对不对 讲了多少年了 讲几年了 讲很多年很多年了 各位 你有感觉吗 模糊政策 没有感觉 你们有感觉吗 有感觉吗 那我问你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台湾一直不能加入联合国 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很严重 尤其对谁对我们的子子子子子最严重 对不对 那既然这么严重 美国的政策是模糊政策 为什么你们都不去研究 为什么 因为政治的东西真的你要去研究 很困难 也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美国 他现在用一个无缝接轨的政策 这个是他的政策 你们可以理解吗 无缝接轨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告诉我吗 无缝接轨是什么意思 不影响安定 不影响安定 很直接 很直接了当 就是不影响安定 就是 很平顺 很平顺的整个结果接过来 那问题来了 不影响安定 那不影响安定的话 要怎么做 慢慢做 做的怎么样 天衣无红对不对 那天衣无红问题受苦的是谁 台湾民政府 因为你要慢慢做 我们很辛苦 我们要配合美国 要慢慢做 对不对 非常辛苦 但是有没有在做 做很多 到现在已经做很多很多很多了 但是呢 反正做出来 这个台湾人民是看不懂 只有台湾民政府的童心 能够了解 那么即将成真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的G20里面 分成四页 你看就是 这边 对不对 这一页 对不对 两页 他们最大的议题 都是怎么样 都是 最多是两页 那么台湾民政府有四页 这个1 2 3 4 这个都不是乱讲的 这页就是 就是这页 这个刚才有看到就是这页 好 3 4 那么台湾 那这页就在这里 刚才我讲 等一下会看到 那我就把它翻译出来 好 就在这里 那看一下 它是重点 它有重点 这个部分呢 他讲的是美国 我第十大商品贸易伙伴 总交易量达到这么多亿美元 再来这个地方 因为 我都怎么样 有时候我因为速度很快 这个 讲了很多次 我要改都一直没有改过来 这叫第11 这没有改过来没关系 台湾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 那么也是欧盟里面呢 我们跟他的贸易额达到488亿 很多了 好 那么2016年的台湾的服务贸易总额呢 194亿美元 他就把台湾的有关 所谓经济的重要性呢 把它挡在这边 因为台美跟台美商会有关系 这个是台美商会 这边特别秀一下 也就是说 各位啊 我们可以 你们也可以加入 有在做生意吗 有在做生意吗 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未来 要成为他的会员不简单 美国他们的 他们的商会 美国的商会 他们的会员有多少 你们知道吗 很多很多 上百万 他们会员 好像是两百万是多少 我忘记了 好 各位可以加入 那么你要加入他的会员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上网 上网你就可以当落他的 资料 那么如果用个人的来加入的话 他的那个费用很低 才一千块而已 一千块 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 那也很低 你要加入这种国际 这个是有关未来台湾跟美国的 一个贸易 的一个平台 贸易的平台 所以能够加入 在里面我认为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个人的话就是一千美元 那如果你用企业的话 你用公司来加入的话 那么就要一万美元 如果你在做大事业的话 要赶快来加入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东京奥运要改名台湾 那么后来的决定是怎么样 东京奥运会 他就把它cancel掉 他说只能用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好 那么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流亡在台北 那么我这边写的即将下架 包括连他是流亡的部分也即将下架 这是最近最近会一连串会慢慢往这方面来执行的 好 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 川普 川普呢 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告诉各位 我就是看了这句话 我认为 因为这句话 是从他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如果他没有心 绝对不会讲这句话 要把美国变得再次伟大有那么简单吗 一个国家呢 一个国家他现在不断的往下 摔弱的过程里面 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表示他有雄心壮志 各位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年来他有没有真正做到很多 我昨天看了他一场的那个演讲 哇不得了 他现在美国人对他的那种所谓支持率越来越高 好像上个月有看到已经超过五十几% 就是破有史以来的记录 能够五十几%的这个所谓的支持率 那么现在他不但的攀高 而且川普他真的是很厉害一个人 他讲话从来都不用搞 他每一次都讲不同的主题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看稿 重点是他对于数字 都能够背下来 这是我们很厉害 我在怀疑师傅他前面有放了一个 一个荧幕 他怎么那么厉害 但是再怎么看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厉害 所以我把他称他叫什么 称他叫川普大帝 真的啦 川普大帝他真的是有够厉害 那么他讲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 到现在还在感动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 你要让你的人生变得很伟大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下决心让你人生很伟大 可以 但是从你要让你的人生很伟大那一刻开始 你要做对一切的事情 听到不 做对所有的事情 你才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伟大嘛 对不对好 那么川普他让美国变得伟大要做什么样 要做对所有对的事情 那么不但做做对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要怎么样 不对的个性要怎么样 一定要修改 所以我认为他是神嘛 所以我真的 所以他称他叫川普大帝 好 那么我为什么会讲回归上帝 这也是敏感啊 你知道吗 不然你们各位有可不可以跟我讲 他有讲过这句话吗 有吗 没有 没有听说过 他没有听说回归上帝 但是我为什么那么笃定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 可能是记者吧 就问他 这地方我不太想讲 因为稍微敏感一点 就是说他对于 有很多人去 所谓堕胎的事情 那这怎么处理 结果川普他怎么说 这个部分呢 我讲的比较客气一点就是交给上帝 事实上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上帝会对他有所惩罚 这个我不太敢讲了好不好 因为这个好像在现在的这种 这个世界上太普遍的事情 但是他讲这句话表示他愿意遵守上帝的规则 对不对 还有他所做的事情 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绝对坚持到底 绝对要改进 包括像美墨边墙 美墨边墙 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 那我们没法讲的太多 因为很多的游民不断的窜进来 那比他窜进来一定会影响美国的未来 那为什么有一批人他们非常支持 就不要建所谓美墨边墙 因为那些人进来会去连结更多的 更多的属于那个族群的人 会来支持他们的政党 那对川普来讲 如果继续进来的话 会危害美国很严重 所以无论如何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坚持到底要怎么样盖美墨边墙 所以他让美国整个再次伟大 这个是出自于他的内心 讲了这么多 我为什么一直讲了这么多 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人 台湾到目前遭受这么一个 这个所谓的不公不义的一个对待方式 对不对 从欧战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刚才讲我们是奴隶的奴隶 也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讲你知道美国他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人权立国 对不对 那么你又尊 尊奉上帝 你又公平正义 你又人权立国 重点是所有的台湾人民是怎么样 遭受最不公平 最不正义的一个对待方式 那既然这样的话 是不是川普他处理的最重要的对象 换句话说 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今天如果没有把台湾的问题处理好 你有很伟大吗 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要让你变成怎么样 让你的所谓的美国再次伟大 一定要把一切不公不义 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 把它彻底处理 然后让美国 整个人心整个民心 往正义的方向 往公平的方向 这样才有机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如果没有的话 美国要再次伟大很困难 那么其中台湾的问题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是川普大帝 他所必须要处理的一件事情 OK 好 你看耶路撒冷这个表 就是秀一下 他那个时候 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他们的举国 他们就很多的担心 这个所谓的穆斯林这些 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怎么样 结果到最后 到最后呢 到目前呢 好像不了了之了 所以你看这次戈然高地这个地方 这个是老实讲 在政治的角度来看 是几乎是很震撼很震撼 但是川普他是做的 所以 看这个 OK 好 这个就有谈到 谈到什么呢 他要结束 他要结束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 不公平贸易 我现在讲 我为什么秀给大家看 因为这本书我有买 我有买 然后重点是在那里 来 2018年的5月22号 他那个时候开始在发表 他要 要怎么样结束不公平贸易 所以他要不要动手做 要 而且要很坚持很努力的做 5月的时候呢 你看到10月的时候呢 就整个 全力推动了 那换句话说 如果在这本杂志里面 有刊载到有关台湾 都台湾的人权的问题 所谓对台湾的人不公平的问题 如果有刊载这本杂志里面 也是川普准备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把这个 秀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子 好 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 等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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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